不是昨天起早 喂喂喂喂 這是昨天起早突然想到的概念 所以我現在要用替代役 然後就講一些小故事吧 所以我是在某一個第四級機關 所以第四級機關的意思就是 譬如說台北某分什麼東西當委 就不是是中央的主管機關 那這個市集機關總共有全台灣有13個市集機關 然後我就是幫忙這個機關寫了某個小幫手程式 可是我後來發現13個機關都各自有某一個替代衣去寫一個 一模一樣的小幫手程式 然後所以當然很氣 因為雖然我有開源可是也不會有人去用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怎麼樣聯絡 就是那個機關的對對等替代衣人員 然後第二個小故事就是我們的機關最近被民眾投訴了 那就是有關於替代衣在外面行為不檢之類的問題 然後他怎麼投訴的呢 他就是寄到手掌信箱 各位知道要怎麼去找手掌信箱嗎 可能不知道吧 因為就真的很藏得很隱密 然後我們被告知被投訴的時候 也不是看到實際投訴的內容 只是長官們過濾過之後再跟我們講 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很不公開的溝通方式 然後第三個有關於Glassdoor的部分 Glassdoor就是它是一個網站 然後它就是你在哪裡 公司機關工作都可以上去去給你公司評價之類的 那我要舉個例子就是說 美國政府的Glassdoor 就是整個美國政府有 我不知道幾十萬人在裡面工作吧 可是他們就只是一個公司在那上面 不是說各個機關有各個分公司之類的 所以資訊也很不流通 所以我現在就做了一個APP 是給體制內外想改進政府的人溝通的用具 然後喔不 好啦反正 反正現在就 不知道怎麼秀那個影片 不過沒關係 反正它就是 有連結大家可以各自看是不是 對對對 到時候可以再上圈 我在開放全線 不過反正就是 你就可以去搜尋就是你政府機關 然後這資料我是從國發會 它有公布一個 就是各級政府機關的 獨特的那個資料 OID 然後你就可以去找到你要聊天的機關 然後你就進去然後開始聊天 然後 所以 到時候能夠用這來做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 希望我可以聯絡上其他資料機關的替代意 讓我們可以把13個版本合一 然後 第二個件事情想做的就是 可以去自動化一些自動整理的email 來寄給機關首長 所以就是任何大家在這個平台上面 有關於他們機關的建議或是聊天 首長都可以自動收到那個整理過的email 所以可能每個禮拜會寄一封之類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 去好好地整理那個OID的資料 來做一個更好的介面 讓大家知道政府 那個機關組織的架構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其實你如果去 那個什麼我的一政府 他們上面有某一個介面 可是他其實只有做到二級機關而已 所以就是行政院底下有哪一些機關 然後就停在那邊了 然後 之後如果想要繼續參與這個計畫 看影片之後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在OpenSpace 在Slack 然後 現在是用Algolia 然後Firebase 就是IOS跟React 謝謝 好 你的這個專案題目 你可以叫做 替代一舊台灣 十三個要串聯起來才可以 好 那個 Ivy